小于0的话 把这个里面的值怎么样呢 把这个sales里面的值 把它再乘以负1 所以呢 它自己本身要怎么变成 等于什么呢 它自己本身在乘上负1 OK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步数转正 所以这个地方的数解就放这里面好了 这个地方3的话呢 就是这个数解 OK那基本上呢 我把这个架构写完毕之后 这个程式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写一个程式 基本上如果你知道那个流程 而且你这个逻辑很清楚的话 那基本上写一个程式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把这个程式写出来了 之后的话呢 我们尽量就是说呢 你在run它的时候 尽量养成好习惯 不要直接就run它 不要直接就执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容易出一些状况 那这里呢 比较建议是按F8 我前面一直讲过F8 那你按F8之后的话呢 它就开始跑了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把游标放在任何变数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里面的值的变化 比如说这边的话 Sales取得的话是6 因为第一个储存格 那它不是 所以不是负的 那第二个也不是 第三个也不是 第四个 一直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Sales现在是负4 刚好跳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刚好这个时候的追是5 追是5 然后呢 I还是3 所以是往这个方向跑 一直跑到这个 这个值的时候 第五天的时候呢 抓到它 抓到它之后的话呢 它判断出来 它是小于0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给它什么 把它乘以什么呢 乘以另外 乘以负1 也就是说呢 负4乘上负1的话 再把它回存回去 那回存回去的话呢 基本上就把它存回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值已经变成4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怎么 直接 如果你往下面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按一下 上面这个值 继续的按钮 按下去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回圈就全部跑完了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OK 那你会发现呢 很快速的 现在里面的所有的复数呢 全部都变成正的 OK 那就完成了这个练习 那当然这个 这个程式里面呢 还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说呢 我们前面 讲过就是说呢 这个17 这个17的值 跟这个30的值 其实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透过那个 就是一个变数取得 那取得之后 这个17 假设说呢 现在17的 17列是固定的 可是将来 如果底下的值会增加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 撰写是不太恰当 所以你也可以用过 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有没有 哪一列 或哪一栏 那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这边 可以给它一个X 这边可以给它一个Y的变数 让这个程式呢 自动帮我判断说 这边到底有几栏 向Ctrl向下 或者是几列 几列是Ctrl向 Ctrl向右 有没有 跳到这边 那就会得到这个AD啦 AD的话 实际上就30栏 OK 那这部分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负数 转正数的这个 范例先练习看看 那首先记得呢 要先把它复制一个 否则你练习完之后呢 你就没有在其他可以练习的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